嗯 赵丽 我还是要问你几个问题 看你是否有所改变 如果他来了之后 他依然坚持 两年之后 你能妥协吗 我会不像以前那样 会心平气和的 跟心心好好商量 我们尽量能达成共识 顺便问一下 您是想要个小子 还是要个孙子 要个闺女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我是一个比较开明老太太 要说心里话吧 是生长生女都一样 只要有一个就行 有一个就行 现在国家也给政策了 把手放在按键上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和我婆婆的感情 真的就像我和我妈妈是一样的 因为婆婆是一个特别开明的人 那就伤了 我 你现在的工作状态到底怎样 现在属于一个上升期 属于一个小领导 然后我是希望再稳定两年 如果两年之后 你非但没有稳定 反而被别人取而代之 那怎么办 这场又可能发生了 职场嘛 顺息万变 是 但是 那你还生吗 孩子我肯定是会生的 只是说现在 我觉得自己还年轻 然后希望趁自己年轻 然后有这个干劲 有这个冲劲的时候 再去拼一下 无论你做到董事长总经理 都没有做妈妈这么有成就感 但是每一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我就是一个天然的例子 也可能这段没有办法播出 但是我真诚地跟你说 如果你愿意可以播 我觉得你的你的个人经历 对很多在孕育孩子的一些女孩面前 很有说服作用 对 就是我结婚四年 虽然我一结婚就打算要孩子 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34岁了 就先得了甲状腺炎 这个病吃了很多药 都不能够要孩子 然后那一年就没有药 然后第二年再要 就是公外孕 第三年 第四年各流产一次 你想想我现在的身体是什么样子 你最近一次流产是最近吧 就是我上次没有来录制节目 你知道吗 我最后一次流产的时候 已经完全麻木了 当我第一次公外孕的时候 那是痛不欲生的 当我第二次孩子没有的时候 我是我没法用语言形容那种伤感 但当第三次的时候 我都习惯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你千万不要觉得说 我27岁的时候 我还可以等几年 后面你会有一大堆的事情 和你身体的一些状况会出现 你可能你会留下一个很强大的事业 但是你永远也不知道 和自己的孩子一起 哪怕到公园里走走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说事业这个东西 它可以在任何时候做 但是也许你生孩子这件事情 错过这个村就再也没有这个店了 所以说真的你不要再等了 你再等下去一定会后悔的 这是一个刚刚失去孩子的 一个妈妈的真实感受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听一下 我最爱的那首歌 最爱的音乐 我到什么时候 才能遇见我的 谢谢 你听妈妈的话吧 行吗 工作就那么重要吗 我们不是说人的这一辈子 是要做好一件事 爱好一个人 唱好一首歌吗 难道家庭不比事业更重要吗 但事实上 在我们生活当中所看到的 很多是非常现实的 有些公司专门裁员那种 跨要生孩子 刚刚已经生孩子 所以我们说女人是一天的公主 十个月的皇后和一辈子的操劳 女人在事业上为孩子做出的牺牲 是极其之大的 这是客观的事实 但是同时 孩子也不是说你想要的时候 你就能要 我希望你们好好考虑一下